小编近日在北京某商场悬逛时 不像偶遇815日领战升及人气的和解 距离和解9月12日的大婚日期还有8天 要说一般的新嫁娘都在忙于收拾新房准备酒席 和解却还有闲情雅致悠然逛街 难不成是婚礼筹备事宜以安排妥当值等大喜之日来临了 小编戏关之下发现和解身穿粉装热裤 脚踏荧光色运动鞋上露相间下露眉腿 打扮得十分性感清凉 粉色和荧光黄的鲜眼搭配加上绣发披肩 让他看起来丝毫不思人气 依旧少女气息十足 之前有传闻和解是凤子成婚 从当天的装扮来看 他身材窈窕却是没有一丝印象 与和解同行的两位女子年轻的那位和他说说笑笑 关系十分亲近貌似闺蜜 另一位则是和解经纪人 而几人闲逛的品牌店正是网费李亚鹏的赞借首选品牌i-do店 以此看来和解此番出游 怕是来为自己选定婚戒的吧 婚戒一般都要由男女双方一起选定或男方准备 但夫妻感情甜蜜的和解 并未建议老公没有到场 挑选过程中脸上始终挂着甜笑 闺蜜更替代贺子明预言起求婚场景 和解接受戒指时娇羞不已 不知是否心情过于甜蜜兴奋 之后三人乘电梯旅去时 和解的露肩妆下滑显走光 闺蜜则贴心为她提拉衣服 说起和解这场婚礼 届时出了一百多位亲友会参与 一众超女一也会受邀 在婚礼将近之时 她还请老公和贺子明首度开枪 合唱纪录夫妻儿人对爱情感悟的 温暖情歌经过 娱乐圈的艺人为了事业 而经常隐瞒或放弃爱情 和解早前不仅在发布会上 大方公开男友身份 更是27岁这嫁为人妻 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 确实令人钦佩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